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村民们在附近建了一座观音庙 观音庙青砖挥瓦 坐北朝南 内有一尊观音菩萨的雕像 每到逢年过节时 都有村民们到庙中祭祀 观音庙香火旺盛 说起这座观音庙 乡亲们都说这里求子求福非常的灵验 其实 这个观音庙以前并不是观音庙 后来因为一件事情 才改建为观音庙的 今天就让小编来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曲折蜿蜒的故事 原来这里不是寺庙 而是一户人家 男主人的叫周文顺 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娇妻 叫冯美玉 他们结婚后一年多 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叫周祁昌 父亲周文顺是个老实人 活了大半辈子 也只会扛着锄头在田间挖地种菜 庄家人没手艺 只能把种的菜驱镇上换点铜钱 眼看儿子一天天的长大 重庄家挣不了几个钱 勉强养活家里 眼看儿子一天天的长大 作为父亲的也开始着急儿子的以后的出路了 他还要讨媳妇啊 彩礼和家产是当地结婚必不可少的 亲家见家里这般模样 他的儿子可怎么娶妻生子 延续家里的香火呀 这些光靠他种地是肯定不行的 周文顺没有其他记忆 出去做苦力也干不动 心里正在发闷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天他去镇上卖菜 看见药材铺在高价收鲜活的蛇胆 一个蛇胆可兑换一两银子 他们这里盛产一个富蛇 当地人都叫他为烙铁头 此蛇为巨毒蛇 其头长成三角形 头长约为其宽的1.5倍 由于毒性巨大 死蛇又经常出没在附近的村庄之中 经常有人因被蛇咬中毒而死 当地人都很害怕这种 弹蛇色变 这个蛇虽然毒性大 但是当地的药材铺的中医 却知道这种毒蛇的蛇胆是致病的良药 这蛇胆可轻热解毒 驱风驱湿 明目清新 又可以治疗肺热咳嗽 胃热疼痛 干热木赤 皮肤热毒等毒症 另外 很多大富大贵的人家 还经常使用蛇胆改善机体循环 增强免疫力 期望能够延年益寿 正因为这些功效 蛇胆在当地是一种供不应求的奢侈品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吃上一颗蛇胆 让自己能够青春涌住 正是由于这迫切的需求 造成了蛇胆在当地是有价无事的情况 各大药材店都争先恐后的高价收购蛇胆 蛇胆的价格也是一涨再涨 对于药材铺的老板来说 简直是暴利 周文顺看到有药材铺收购蛇胆 一个蛇胆就能卖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是他两个月卖菜的收益 对他来说 这个蛇胆的收入简直太过诱人了 他家里正需要这些银子 所以就算捕蛇非常的危险 他为了这个家 他也打算铤而走险去当个捕蛇人 娘子 我打算去当个捕蛇人 我看镇上的药材铺 一两银子收一个蛇胆 这钱简直挣得也太容易了 蛇胆这么贵依然供不应求 我觉得我们可以靠坐这个买卖 给我儿子盖房 娶媳妇儿了 周文顺跟媳妇儿冯美玉商量道 相公 那蛇有毒呀 我听说那个蛇咬人后 武部人就会毙命 你从来没有学过捕蛇 这样太危险了 钱可以想其他办法 相公的命才是我们全家最重要的 望相公三思呀 冯美玉非常担心地回答道 她内心虽然知道捕蛇赚钱 但是她又担心周文顺被蛇咬 出现生命危险 娘子 顾不了那么多 我去之前把身材穿厚一点 那样蛇如果咬我就咬不到我的肉 我就不会中毒了 周文顺虽然也有些担心 但是为了这个家 她还是决定去做 既然如此 还望相公切记小心行事 切身会在家里操持家务 等相公的好消息 冯美玉见丈夫已经去意已决 她也就只好嘱托道 周文顺在家里收出了几件衣服 将衣服定在一起 这样衣服就加厚了 她觉得那样蛇就肯定咬不到她的了 一切准备妥当后 她拿了些干粮 跟妻子冯美玉告别后 就进了村东边的大山 周文顺到了山里后 就开始找蛇窝 她完全没有经验 只是凭借她 曾经听过说书先生说过的 捕蛇者说的故事 知道了大概应该怎么找蛇窝 周文顺也是真的运气好 才不过半天的时间 就真的找到了一处蛇窝 她看见蛇窝里 有一条三尺多长的烙铁头 正在蛇窝中孵乱 周文顺欣喜若狂 以为马上就能赚到一笔大钱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 死神正在一步一步的倒逼近她 原来蛇在服卵的时候非常谨慎 细微的风吹草动 都会引起这蛇的躁动 周文顺碰到的这条母蛇 情绪也非常的暴躁 感觉到周文顺来到身边后 立马就警觉了起来 周文顺没有经验 用说书先生教的方法 拿自制的夹子准备去夹那条蛇 只见她左手打开一个布袋子 右手拿着铁夹子 慢慢地向前移动 第一次夹蛇的她 非常的害怕 心跳不断地加速 感觉整个人都要窒息了一样 她就这样颤颤巍巍地 将夹子移动来蛇窝口 她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终于平静了下来 准备发起进攻 她看到了蛇的异动 知道了这条蛇已经发怒了 她立马就下夹子抄蛇夹去 就这统一时间 那条蛇突然抬起了头 抄着周文顺的手臂上咬去 一下就咬中了她的手臂 并且一直在使劲地向下咬 周文顺赶紧扔掉口袋 使劲扯手上的蛇 突然她感觉右手有点刺痛 啊 完蛋了 我被蛇咬中了 怎么办呀 周文顺大声地喊道 心底的恐惧不住地往外翻滚 她使尽了所有的力气 将那蛇扯下来 扔到了一边去 赶紧跑了 跑出了几十米远 她看见那蛇没有过来 才赶紧坐下 那随身带的布袋子 将右手臂使劲缠住 她想通过缠住手臂 让蛇的毒素蔓延地慢一点 然后 她赶紧启程回家 她不想死在外面 无人收尸 心底很清楚 她必死无疑了 周文顺使劲地跑 但是越跑越慢 她能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渐渐地变得无力起来 她心中支持她 继续跑的最后意志 就是她想回家 看看她的妻子和儿子 跟他们道个别 终于 在快要晕倒前 她回到了家里 冯美玉这时正在收拾屋子 看到丈夫回来 满头大汗 脸色发紫 就赶紧过来扶着周文顺 相公 你怎么了 冯美玉着急地问道 娘子 你听我说 我命不久矣 刚才在山上我被那蛇咬了 现在毒素已经弥漫全身了 就不回来了 我就想回来看看你们娘儿俩 以后 我走了 你就再找个夫家改嫁吧 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们娘儿俩 如果有来生 我定给你一个富裕的家 我的儿就得辛苦你照顾了 周文顺眼角流下了泪水 哽咽地说道 昌儿 你过来 爹有话要对你讲 周文顺儿子说道 爹爹 我不想让你死 你不要死 周奇昌哭着喊道 昌儿 是爹爹不好 没能照顾好你们 我走后 你要孝敬母亲 每年到我坟前烧枝香就好 不要太 太 想我 周文顺咽了气 万般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冯美玉跟儿子再万分悲痛地将周文顺安葬了 周文顺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留下冯美玉和其子周奇昌 冯美玉来周家也才几年 儿子现在也才四岁 本来他打算再跟周文顺生个孩子 现在一切都不可能再实现了 现在冯美玉更多的需要想的是要怎么样才能养活他和儿子 他没有手艺 平日里农活也是丈夫做的 现在丈夫不在了 他也什么都不会 这样下去真的会做吃山空的 其实 在冯美玉心中一直有个疙瘩 他之前想要跟周文顺再生下一个孩子的想法 也是因为自己心里的这个疙瘩 他的儿子生下来就脸上有块很大的胎记 随着一天天的长大 儿子脸上的胎记也变得越来越大 这样孩子就特别的丑 母不嫌子丑 自己生下来的孩子 不管怎么样他都是爱的 只是这个遗憾可能对他儿子以后的终身大事有很大的影响 他也理解丈夫急着赚钱的原因 也是因为担心儿子丑陋 以后没办法成家 只要他再生一个儿子 以后小儿子也可以照应一下大儿子 思前向后 冯美玉觉得只能再带着儿子改嫁他人才能养活自己和儿子了 此时周其昌年纪还小 身边没人照顾还是不行 但是作为女子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再找夫婿 好在村里人知道了她丧夫 又没有一技之长 还要养个儿子 都非常同情她 就主动帮她找寻夫家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村里的周大娘是个热心肠 她见孩子可怜 便有心帮一帮逢美玉 这一天 周大娘路过隔壁百家村的时候 看见王大胜在门口嗑瓜子 她便走上去跟对方唠起磕 大胜 你女人都死几年了 咋不想着找个女人呢 周大娘性子急 上来就开门见山的说道 去去去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王大胜运气不好 老婆死了快两年了 听到别人说这样的话 自然是不乐意 于是把脑袋转过去不愿搭理 哎呦 看你小气的 难怪没女人看上你 周大娘笑骂了一句 周大娘本来想抓一把她的瓜子吃 可是她一把就把瓜子拿开了 吃不吃瓜子倒不要紧 她这趟来就是给冯美玉找丈夫的 王大胜白了周大娘一眼说道 周寡妇 你还说我呢 你也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这守寡三十多年了 你守寡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呢 刚到你腿这么高 你就不寂寞吗 周大娘被说得老脸一红 随即说起正事来 便问道 你当真就这么一直担着吗 夜里不想女人 想又能咋地 你还能给我变一个出来吗 王大胜顿时来了兴趣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瓜子递了过去 我们村的冯美玉知道不 她可是貌美如花 丈夫刚去世 你要把她娶过门来 那岂不是逍遥快活 周大娘开始忽悠道 冯美玉 我有点印象 她家里是不是有个很丑的孩子 现在应该有三岁了吧 王大胜脑筋转得快 随即想到什么 白眼道 你是想我给她当继父吧 那孩子看着太丑了 我可不想照顾一个丑八怪 周大娘猜到了对方要拒绝 随即起身要走 嘴里还轻声嘀咕道 孩子是孩子 群里人还计较那么多 孩子就多一张嘴 能爱着你什么事情 你不要要的人多了去了 那冯美玉这么年轻 白白嫩嫩的 你不要可就便宜了别人了 王大胜竖起耳朵听着 赶紧叫住了周大娘说道 大娘 瞧你说的这话 你先别走呀 你容我想想吗 这样 我杀之机 今天我做东请你吃饭 你跟我仔细讲讲 不得不说 周大娘真可是媒婆中的极品呀 三两句话就说得王大胜心动了 这门轻事变成了一大半 大胜 今天这饭我不白吃你的 你且等我回去给逢娘子说一下 三日内必给你好消息 这要是成了 你可不能忘了你大娘呀 周大娘边擦嘴边心满意足地给王大胜说道 冯娘子 我来给你报喜来了 哈哈哈哈 周大娘来到了冯美玉家里 一脸笑意地对着她说道 大娘 何喜之有呀 冯美玉不解地问道 冯娘子 百家村的王大胜你可知笑 今天我去她家里 给她介绍了你的情况 她是非常的喜欢你呀 不知道你一下如何呀 周大娘继续说道 王大胜 大娘 对不起哦 我不认识她呀 你知道的 我平时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 她家里什么情况呀 她能看得上我一个寡妇吗 冯美玉继续问道 哈哈哈哈 你不认识她 她可对你熟得很呢 你听说你是要找夫家 那是满口地答应 欢喜得很呢 托我赶紧过来说没呢 她其实跟你一样 也是几年前妻子死了 这几年也一直都没有续去 她家里家财也足 而且她还没有孩子 过去了以后 你就是相当于是她的大房 金银细软还不都是你冯娘子的 周大娘添油加醋地说道 大娘我知道你的好意 可是我相公刚过世 我就找丈夫 到时候 原来冯美玉还是怕村里人说闲话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没有说出来 她担心继父心狠 到时候苦了这个儿子 周大娘活了大半辈子 哪能不知道老实人心里的想法 于是继续说道 你就算不给自己考虑 也得给你儿子考虑吧 他长大了总要娶妻吧 可你家里这条件 岂不是要吃一辈子苦 冯美玉被说得有些心动 看了看一旁的孩子 随后深深地点头道 大娘 一切都听您的 她也担心 再不找个可靠的丈夫 她怕是养不过这个孩子了 这就对了吗 那你等我给王大官人说一下 周大娘开心地说道 心想这单生意又做成了 在周大娘的撮合下 冯美玉带着儿子 嫁到了王大胜家里 王大胜是个有些会算计的男人 他这几年不招老婆 也是因为一直没有遇到他心里觉得合适的人 他是一个既想要美色 又不太想负责任的人 冯美玉带来的儿子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麻烦 他是肯定不想给他养孩子的 这王大胜心里虽然不喜欢周其昌 但是在冯美玉面前 他还是不会表现出来 周其昌因为小 也不懂这些东西 还听娘的话 一直教王大胜父亲 三个人就这样 相安无事地过了三年 这三年里 王大胜在冯美玉面前 表现出一副慈父的样子 转过身后 就对周其昌很冷漠 王大胜渐渐失去了耐心 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 这一天 冯美玉去镇上买货 王大胜烧了一盘红烧肉 一个人开了一坛子酒喝了起来 这时 周其昌跑了过来喊道 爹 我也饿了 我也想吃肉肉 滚一边去 谁是你爹 我没有你这么丑的儿子 王大胜随手一推 只见周其昌向后退去 一下子就摔了一个跟头 哇 周其昌的脑袋磕在桌子脚上 疼得哭了起来 王大胜听得心烦意乱 啪了一声就把酒杯扔在地上 酒杯甩得粉碎 然后 又拿起桌上的盘子就砸了过去 只听见砰的一声 盘子摔在地上四风五裂 破碎了瓦片飞气 直接划破了周其昌的眼睛 王大胜看到这一幕 顿时有些慌了神 于是他斥责道 你傻不傻 不知道躲一下吗 长得丑脑子还不好使了吗 王大胜虽然口头上这么说 但是心里还是有些担心 冯美玉回来看见儿子受伤了 会跟他闹别扭 他在琢磨怎么掩盖过去 顿时 他脑子一股邪念出现 周其昌眼睛划破后 鲜血直流 疼得死去活来的 爹 救我 我疼 我眼睛疼 哇哇哇 周其昌大哭地喊道 别哭了 我带你去看郎中吧 我跟你讲 待会儿郎中问你怎么伤到的 你要说是自己划伤的 听到了没有 见到别人也必须这么说 听到了没有 王大胜蹲下来 烦躁地对着周其昌说道 周其昌疼得厉害 就赶紧回道 好的 父亲 王大胜悄悄咪咪地 带着周其昌就往外走 来到了一个私人的郎中家里 把周其昌推给郎中说道 诺 给他看看眼镜 刚才自己划伤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呀 赶紧过来孩子 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郎中看着王大胜这般对待孩子 感觉非常的疑惑 但是他也没有直接说什么 而是关心地对着周其昌说道 这个郎中给周其昌 敷了止疼药和止血药 慢慢地周其昌再平静地下来 太疼了 王大胜看他平静下来了 就赶紧催促道 弄好了没有 弄好了我们回去了 我再给他开几副药 你回去以后记得给他肩服 以免伤口继续扩大 郎中对王大胜说道 开吧 开吧 快点的 王大胜非常不耐烦地说道 弄好了以后 王大胜拉着周其昌就往外走 父亲 你拉疼我的手了 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么快呀 周其昌扔着痛问道 没有什么为什么 我带你去个地方 王大胜对着周其昌说 就这样 王大胜把周其昌拉到了村西头外的 一个破房子里面 他把周其昌带到房间里面 对他恶狠狠地说道 丑八怪 你怎么不去死呀 整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 现在眼睛也瞎了 我实在不想再看到你了 看到你我就感到恶心 以后你自己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吧 不要再来烦我了 不 这是那个郎中给你开的药 你自求多福吧 不要怪我心狠 你要怪就怪你自己 你生在了一个短命鬼父亲的家 我凭什么要把你当儿子养 我不是看待你娘的份上 我怎么可能收留你 王大胜说完转身就走 只听到后面周其昌 追着大声的哭喊着 爹 你不要把我留在这里 我自己一个人害怕 哇呜哇呜 王大胜哪里还会心疼他呀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其昌自己一个人 孤苦伶仃地在这个破房子中 哭了好久 眼泪尽湿了绷带 哭得太久了 自己就在破屋子里的 甘草堆里睡着了 这王大胜回到家里 冯美玉已经从镇上 回到了家中 他见周其昌没有跟他一起回来 着急地问王大胜 昌儿呢 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呀 还有我怎么回来的时候 看到满地的陶瓷碎片呀 还有地上这么大一滩血 是怎么回事 该不会是我的昌儿 出什么事情了吧 王大胜也是坦然 居然毫不掩饰地回答道 那些是你儿子的 他划破了眼镜 眼镜肯定是保不住了 不过带他去看了郎中了 我刚才把那个丑八怪 扔到村西头的破屋里了 一个丑八怪有什么好养的 就当他死了吧 你说什么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冯美玉顿时被气晕倒了 哼 没用的东西 我能养活你是你的福气 还在意那个儿子 真的不识好胆 王大胜立马将冯美玉扶起来 然后无情地说道 过了一会儿 冯美玉醒了过来 王大胜继续对他恶狠狠地说道 要么让那个丑八怪滚 要么你们两个都滚 你自己选一个吧 冯美玉哭着哀求道 相公 是昌儿哪里做的不对吗 我让他给道歉 你让他回来吧 他还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 你让他一个人在破屋里怎么活命呀 哼 要不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 我早就不想让他在这个家里了 我之前都是装的 我讨厌死他了 一个丑八怪 看着都恶心 每天看到他 我就心情烦躁得很 王大胜继续说道 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冯美玉哀求道 给你录选了 如果你觉得他可怜 你可以跟他一起滚 女人 我想找多少就找多少 你离开了我 你看看还有谁会要你 王大胜继续发狠地说道 我给我儿拿些棉被衣服过去可以吗 冯美玉意识到 把真的已经没有退路了 再一次哀求道 随你吧 只要不要让我再看到他 我就不管了 王大胜也不想把事情做绝了 硬喝道 冯美玉赶紧起身 收拾了很多衣服 棉被急吃地就往破屋跑 到破屋时 周其昌还在睡觉 他赶紧跑过去 将周其昌抱在怀里 我的儿呀 为娘对不起你 让你受苦了 冯美玉将周其昌抱在怀里 泪流满面地说道 娘 你来了吗 你是来带孩儿回家的吗 父亲刚才把我扔在了这里 他不喜欢我不让我回家了 周其昌睁开眼睛看着冯美玉说 他没有哭 很镇静地看着冯美玉 孩子 娘对不起你 娘没有本事 娘不活你 我给你带了这些东西 你就先在这个房子里面住着 也许过些时候 你爹为娘时常会来看你 你要是饿了 就吃我给你包过来的食物 冯美玉心疼地说道 好 娘 你回去吧 以后孩儿就得靠自己了 周其昌安慰地说道 他知道未来他只有靠自己了 他的母亲也放弃了他 就这样 冯美玉隔一段时间拿些吃的过来 周围的邻居知道 其可怜拿些吃的穿的过来 周其昌转眼也长大成人 这些年 周其昌慢慢地学会了自理生活 他也时不时地去帮助别人 感恩那些在他困苦的时候帮助过他的人 这天 周其昌在河边捞鱼的时候 看见一个女子跳入河中 他赶紧也跳入河中 拼尽全力地将那个姑娘救了起来 姑娘 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为何要这巴雅 周其昌将女子救起后 关心地问道 我不想活了 我被我相好的抛弃了 他玷汌了我 现在又把我气弱毙履 我无处可去了 只有一死了之 那女子伤心地说道 不要灰心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听完了我的故事 也许你就不会再这么想了 周其昌给那名女子 讲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这位公子 你贵姓呀 小女子叫沈婉儿 如果你不嫌弃我 我愿意用我的一生 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沈婉儿对周其昌说道 嫌弃 我哪里有资格嫌弃别人呀 你看我又丑又瞎 哪里有资格嫌弃别人呢 你不嫌弃我就再好不过了 婉儿 我叫周其昌 今日与你相识 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事 如果你愿意 就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吧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给你一生幸福 周其昌激动地对沈婉儿说道 那夜月光洒进了那件破屋 月光里的两个身影依稀可见 两人就这样互许终生 没有婚礼 只有两人对彼此深深的爱意 这对新人从此有了努力的方向 男的依然善良 乐于助人 帮助邻里 女的操持家务 相夫教子 慢慢地 这对新人的攒下了钱 推翻了破屋盖了新房 两人还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儿子 生活的美好 冲淡了两人过去的创伤 带给了他们生活的希望 这对新人的故事 也得到了远近乡里的赞扬 成了大家茶语饭后的称道的对象 大家都很羡慕他们 也很感谢夫妻 为乡亲做的好人好事 眼看着几十年就过去了 夫妻两个也变成了老头老太 虽然生活变得了粗糙起来 但是他们对互相的爱 从来没有变过 直到两人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 两人走的那天晚上 月光特别的圆 特别亮 就像两人情定终生的那天晚上一样 周祈昌对着自己的孩子说道 我死后不用下葬 将我丢入海中就好 我的前半生很苦 但多亏有你娘 我的后半生才能这么幸福 我想把我的苦都沉没在海底 让我的幸福留在这人间 两人手牵着手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乡亲们看到了两个人 手牵着手满满地飞向了月光 他们的儿子遵照周祈昌的遗愿 将两人的遗体投入了大海 村民们知道 这对夫妻都承仙升到月光去了 大家都敢念夫妻二人在世时的功绩 就将他们的屋子改建为观音庙 大家可以永远地瞻仰他们 也可以向他们祈福 祈求得到佛祖的保佑 后语 人性本善 外貌的丑陋并不能决定一人一生 品德高尚 心底善良的人 总归会得到全社会的认同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